玉龍月初迎來新洋將Derek Character 目前出賽5場平均上場22分鐘 繳出12.2分 7.8籃板的成績單 儘管這段期間球隊總共只拿了一次勝利 玉龍球員並不擔心 畢竟心血加入總是需要時間來適應 他也今天也在融入大家 那也跟我們做一些討論 教育團也有跟他做一些討論 相信很快他可以就是跟我們很融入在一起 然後可以越打越好這樣 雖然說他可能比較沒那麼高 可是他其實蠻結實 蠻壯的 那他很會去利用他的身材優勢 加上他自己的手感也還不錯 我覺得這是他自己 這方面有他獨到的一點這樣 因為楊江最近他身體有點狀況不舒服 就是他可能有點時差問題 然後可能他現在還要吃安眠藥才能睡得著 所以我們覺得時間要再給我們多一點 我們會越來越好 Derek也談耶他還在磨合階段 不過他自認每場比賽都盡力表現 希望能夠漸入佳境 You know the jet lag finally kicked in and just the sleeping patterns but you know, I'll be alright I play decently, you know accordingly I think it's about the end results I think about winning a championship I think about helping my team win in the long run you know, each game doesn't mean too much is till, you know, playoff time and you're trying to win the playoffs 新洋將還需要更多時間融入 只是站在球團的立場 他們需要的是極戰力 而且距離一月二十六號洋將大限時間所剩不多 Derek的首要任務還是得趕快調整到最佳狀態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